甘基会董事长许金川教授与伯仲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吴伯雄 还有众多支持甘基会的各界人士 以及患甘重生病友及家属 为甘基会成立29周年一同欢唱生日快乐歌 许金川表示 在各界努力下慢性肝病及肝硬化已调出国人十大死因之外 但每年仍有1.2万人因肝硬化或肝癌死亡 因此甘基会在2021年3月推动 今年超了煤 国民赴超十年计划 呼吁全民一起来保肝 基金在29年 虽然有肝病由国病退出变第二名 慢性肝病 肝硬化 变成十大死因之外 变成是第二名 但是各位可能还不晓得 我们还是每年有1万2千人 因为肝硬化其他肝病肝癌而死亡 其中包括7千人的肝癌 5千人的肝硬化 这个原因就是肝脏内部没有痛嘴神经 等到不适合再找医生做超音波 做检查的时候来不及了 所以对我们今年37岁以后的打过疫苗的新生儿来讲 我们的肝病防治是成功的一半 但是另外一半就是我们今天在场的旧台湾人 就是疫苗还没有发明的年代 我们这些旧台湾人 可能是我们的家人 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可能是我们的同胞 可能是偏偏低下的民众 他们都是等到干屁莫起才发现 才求意都来不及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三年前 要发动全岛易干的目的 就是至少我们台湾的国家 每年至少要做一个超音波 万一我们肝脏整出肿瘤 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那我们也知道目前最主要的是B肝跟C肝 那么这些病毒性的肝病呢 我们要消灭它 一定要找出来到底哪一些国人 是B肝或C肝的代员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一旦知道自己我们B肝或C肝代员 一定要有所行动 也就要出来追踪 检查 包括抽血跟超音波 最后要及早治疗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超音波 就是我们最近从2021年开始推 这个全民护超运动 就是因为这个是了解我们肝病 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你抽血正常 包括肝功能跟胎儿蛋白正常 不代表肝没有问题 所以一定要做超音波 所以我们未来呢 还是以这个为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第一个要鼓励国人主动筛检 第二个要定期 而且要长期追踪 必要的时候要及早接受治疗 那么未来呢 我们把病毒性肝病消灭以后 现在国人最重要的是脂肪肝 脂肪肝这个部分呢 是未来的国病我们都要继续去消灭它 不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议题 现场还由台大医学院院长李衍玄 颁发好心肝 仅于医疗贡献奖给李柏黄教授 换肝重生艺人石英也亲自献花 感谢李教授 同时还颁发杰出研究奖给张美慧教授 卫福部国健署署长吴昭军也特别前来 感谢甘机会以及所有为肝病防治贡献的一届人士 那台湾呢在大家的努力 特别是在座很多前辈 卫兵的呼吁跟建议 那政府在106年开始 把这个肝病的治疗 要纳入健保的几步 更在2017宣示了我们希望在2025年能够消除细肝这样的一个目标 2030能够把米肝清除 那么这样的一个目标定了以后 我想我们非常谢谢大家的帮忙跟协助 健保在从106到现在 我们投入了大概400多亿的减费 那国民健康署从过去98年之前 10年的筛检量大概只有80万左右 那么从99年9月开放 全民筛检的时候45岁以上 都能够提供米歇干的一个筛检 那么我们到目前总共塞了超过500万人 那理WHO的目标 也跟在座的关心的人做一个报告 那么我们希望 2025年能够清除西肝 Inimission的时候 我们目标的治疗处程到 今年度的5月底 我们总共治疗了18万1000多人 我们要达到目标 后期还有5.1万人必须要找出来 希望能够在203年 能够回应WHO的目标 活动中护理人员的小朋友 以及艺人一同演唱歌曲 感谢甘机会团队29年来 一步一脚印为台湾干苦人员梦 甘机会也期盼更多好朋友 加入全岛地干 今年超了煤 全民富超总动员行列 早日达成消灭干病的目标 继续联系会台北报道